为什么说这个跪跟坐的效果都可以 因为这个跪 它这个两个脚 你看压的臀部 臀部是不是大腿 骨 这个八卦里面迅 是不是腿 大腿 是不是屁股 那就是刚好脚是正 那郑跟逊还同样什么 结在一起 有两个木合在一起 后天反先天 我们这个静坐这些原理 我们都说过 去前面那个黄裤子的课 去看 只有这个不同 一个在前 一个腿在前 一个腿在后 那个也是搭在大腿 两个合在一起 所以说 我们做 就是乃至吃饭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可能 现在中国很少 但是有抗的话 还是可以 跪着这样吃 对身体同样 就行 行李作物 其实你练通了之后 都可以 都是在刑法 进攻 但是我们刚开始 就要有一个好的基础 只要能彻底的静下来 这样更有助于 身体的自我 有花流域 所以说 这个 就是大家 能跪就跪点 这个 能低头就低头 从稳到 其实 这样揉 上揉 我老师这么讲 他的老师 是这个 就不说 西安是 在我们大帝 五岁的时候 对他就感到 然后 刘伯温 这个 后期 传说很多 有的时候 他 逼他服毒 有的时候 老死 在昆浪山 修道五百年 有人说 活那么久 来 又来到台湾 叫 刘伯忠 就是 老实的老实 再来人 时间 网上应该也能查到 这 就是 跪在哪里 所有人都坐着 就才一个人跪在哪里 看 变功 这 这个 道家 昆仑正 正外 一脉相传 真的是 真的是 这个 就是 这 这 就是 这个功 是其中的一项 非常重要 因为 道 也 强调身体的重心 不想负负完全的空 身体是无我保护的 结果来人世间至少 几十年这个身体是什么事都离不开的 所以说走的时候也带着身体去走 那佛夫是他就把身体留在身体自己走 当然密 有一个喜爱的祖母密什么祖母 他们在身体自宏化还是非常像 这个我们就不具体展开 所以说这个 不说说好不仅仅是好习惯 真的对身体好百度不轻 可以身体自我疗愈更快 就是金庸写的那些 小朋友都不信 他可能是表面上让你人看得见了 把他玄化了 但是这个理这些事真的有 什么一经经洗醉经我全都念过 那个像传世现在还也都传下来都有 但是我们强调的就是一进一动 动就是男舞女舞 你当你进这一套会了 动 他就是女性自然他因为身体柔 他就练出来就是古代舞跳 就是跟着气血在动 他自己在动 你不用管 然后男一般就是太极业和武术 我这也就是身体积极 我这也就是身体积极的